一生不暇这个称号对于陆锦来说真是一种讽刺 音之下已经更新到666话了 曾经的陆地神仙大营仙人左落腾终于死了 但在死之前千叮咛万主乎 不必报仇 不能报仇 更无仇可报 结果呢 结果就是一生不暇的陆锦 在自己好友邓子部最需要自己解救的时候 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自己的这位朋友 转而带着三一门仅剩的使用机 无视了自己师父临终时留下的命令 孤注一掷的向无根生展开了复仇 然后三一门就彻底没了 其实你说真是无根生或者左若同袍的三一门的根吗 不是 左若同和无根生都说了 即便不能统天 逆升三重也是独步天下的绝技 无非是自此以后不必在于玄文自居而已 就说白了 逆升三重虽然不能胜仙 但就单论战斗力 逆升三重也绝对是体一级别的绝技 正常来说只要好好经营 三一门的影响力也完全不会比什么唐门啊 霍德宗啊 甚至四家要差很多 左若同其实不过是把实话说出来 他不想再无人子弟 也不希望未来再有门人像他一样失望 张其筋骨但不至于刨根 诚然左若同死后三一门大概率也就散了 但至少门人的功法还在 自然这项绝技也会有所传承 真正刨了三一门根的人是谁啊 露锦 本来巨石一滩火 散热满天星 四处开车散夜 三一门至少还不至于绝火 好好露锦这一山火 真是彻底报销了三一门全部的骨血 其实你们发现露锦这个一生无瑕的称号 特别可笑 露家寿宴让老天师一巴掌打哭 拜倒在三一门下后 不遵从师父的遗愿 欺骗父亲掏弃治友 并且彻底刨了三一门的根 完了以后呢 偏执傲慢执念深 甚至自大以为是自己杀了老天师 结果没两天又让人一巴掌干啪了 这哪是一生无瑕呀 这不纯一生小丑吗 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 屡次都比露锦要坦诚些